YAYA 哇 吳歌曲你好夠意思喔 一萬本欸 嗨 也還是你這裡亂說的 我亂說了啦 果然 欸 來 歌曲 先恭喜一下那個棟樑的信書啦 我覺得很恭喜之外 我剛才才買了五本 我覺得很不夠意思 夠了夠了 我還差 還差九千多本 九本夠啦 九十五本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他其實是很 好朋友 對 真的 不過提到說 阿關的認知是你們兩個人是曾經屬於同一家唱片公司嘛 然後一開始好像聽說沒有那麼熟 後來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 就開始越來越有交情了 就是 之前同公司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差不多 我們是在九歲之後 九歲 對 交情這麼深厚 就是命中注定就九歲之後 因為我們本來兩個人都是比較GIF的人 對 然後兩個都是 就是平常的話大家都會開始有點距離感 嗯 對 但是那一次喝酒醉之後 我還記得 酒後突然贏啊 因為我們一群人 你知道公司的人 好像北京S啊 對對對 還有其他歌手 還有夜晚 對 然後我還記得我九歲之後 我一直壓著他們 因為我們 我記得那邊有四五個人 然後我們很像三明治一樣 每個人這樣一直壓著隊 疊在一起 對 對啦 其實 嗯 不知道會嚇到我各位 但是你們應該知道我有 我有小酌的習慣嗎 喜歡喝一點點啦 那最近在拍戲 所以已經 嗯 好喝 很久沒有 沒有小酌了 沒有啦 其實我們算是 差不多同期出道 差不多 前後可能隔個一點吧 最早變早的時候沒有 我都選稍微早一點啦 喔 他一定是最早 他找到前輩啊 他一定是最早的 對 什麼叫他一定是最早的 不是 你比較早 他我現在記起來了 回京嘛 那時候 對對對 對 然後 就一直 宣傳都會碰到他 對 然後就開始認識 然後真的是 相熟就是 種子的熟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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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